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下午1点半前 结束了借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之机举行的加时会晤 双方宣布重回谈判轨道 美国暂不对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 此次川习会原本预计90分钟 但实际不到80分钟宣告结束 上一次川普与习近平在贸易战高峰时期 与阿根廷G20峰会期间谈判 耗时两个半小时比原定超出30分钟 两相对比大阪川习会有一点速战速决的味道 会后中共官媒央视率先发稿 称美方表示不再向中国出口商品加征新关税 中美元首同意重启经贸磋商 至于中方做出哪些承诺 双方是否谈及华为问题 央视的报道中并未透露详细内容 川普在会后与媒体会面 用非常棒来形容这次会谈 他说我们与中国习主席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 非常棒 我要说真棒 就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好 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 我们重回正轨 此前美国方面曾要求 中方必须重回5月初 双方几乎谈妥的贸易协定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上周接受福克斯 新闻采访时也曾对大阪川习会做出预期说 我们相信这次会晤很有可能进行的很好 中国方面可能会返回谈判桌 我们可能回到我们5月的基础上再向前走 那时我们大约完成了90%的协议 那本来能够成为一份好协议 但还没有完成 那么川普上述大感满意的表态 是否意味着北京答应重新捡起5月初的协定草案 继续磋商 目前双方公布的信息还不足以做出判断 川普在记者会上透露 美国将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半左右 就川习会成果发布一份声明 此前曾有报道说 刘鹤开列北京的核心关切 一是取消全部加征关税 二是贸易采购数字应当符合实际 三是贸易协议文本要注意平衡性 如今华盛顿同意暂不增新关税 算是对第一点关切做出回应 至于贸易采购 美国农业部6月28日报告说 中国进口商向美国购买了54.4万公吨的大豆 是3月底以来 中国向美国采购大豆的最大宗交易 这被认为是北京方面提前表态 那么美方需要在谈判后 花两个多小时来斟酌声明文本 是否有顾及北京面子 满足某些平衡性的因素 外界正在观望 这次休战令全球金融市场长输了一口气 彭博社说 此前股票市场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不过就大势而言 现在放松恐怕为时过早 就在这次大阪春席会前 6月27日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0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批准了高达7500亿美元的年度军事开支 这当中包括多项针对中共的内容 当然 这项法案上需更多步骤才能完成 但它已经折射出美国与中共的关系 在贸易战表象下已经全面恶化 军事竞争正趋激烈 以上新闻 有欧洲西网直升记者郑平报道